姜天岚这儿媳妇我要定了 有你这样的吗 当初让我离婚的也是你 死看不上姜天岚的也是你 你这一来二去 你不是抽自己大嘴巴子吗 对啊 我抽了 怎么了 我抽我自己怕什么 为了弄个好儿媳妇回来 多抽几下也没什么 值了 我愿意 你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我是要再婚的人了 这杜敏秋也是当初你认可 那我现在反悔了 我反悔了还不行吗 儿子 你就听我的 你妈不会害你的 你不害我 你差点把我害死 我是你儿子 我不是你的玩具 你今天说让我复婚我就得复婚 那过两天你让我离婚 我是不是还得离啊 有你干这种不靠谱的事的吗 谁不靠谱了 你敢谁说话呢 你当你妈是谁啊你 丑兰芝 你之前八年怎么对姜天兰的 我不是不知道 我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之后绝对不能 再这么对敏秋了 你吼什么吼啊 你长大了 翅膀硬了 你飞了你 我看我在这儿老留下 我是活不下去了啊 真的没有我容身之地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我走 等你走的时候 把伞带着啊 今儿晚上有雨 走 刘战鹏 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 你做梦 你想让我走 我偏不走 我得在我家里 我好好的 我高高兴兴地过日子 我不会走的啊你 你不会得逞的 这酸奶给你带四个啊 这酸奶给你带四个啊 别自己一个人都喝了 要跟马晓杨他们分享 谁啊 干嘛 我到这儿送莫莉上学 用不着 别生气了 我来跟你道歉的 你道什么歉啊 又不是你的错 行了 我替我妈向你道歉 不是我说你妈 她这叫干了什么事啊 叫上前亲家 前儿媳妇 来几对你即将取进门的媳妇 她吃错药了她要这么恶毒 拿我当枪使 就算她再为你好 她能不能别伤害别人啊 还有你和那杜敏秋 以后别有事没事跑来找我 我是谁啊 活雷锋啊 能帮你们什么忙啊 我自己还苦呢 我跟你们说过吗 天天把我家的中间 弄得我跟第三者似的 简直就对我的侮辱 不是 你干嘛呀你 那跟机关枪似的 当当当当的 我知道你生气 也是我妈的错 我这不是登门 向你道歉来了吗 再说了去 我妈跟敏秋较劲 说到底做出这点事 还有她的理由 我就不明白了 你爸你妈跟着掺和着干嘛呀 又是送礼吧 又是下棋吧 还张罗着赵全家福 跟他们俩有半毛钱关系啊 奇怪了 你行啊 我妈气着你 你可以冲我发火 我满肚子的火我朝谁撒下 我还受侮辱呢 我上学院迟到了 我先走了 我待会儿送你啊 莫莉 不用 自己路上小心点啊 知道了 都是奶奶 从小的到大的 再到老的全都是奶奶 都是我祖宗 好 但凡我妈或者敏秋 有一个人退一步 这事就过去了 不行 都不退 任杜敏秋不退让是对的 当初我就是太退让了 怕你家的中间难做 怕你不高兴 我就一退再退 退到无法再退 就只有离婚 任杜敏秋坚持原则 不妥协不退让 不妥协不退让 人做得对 她就算是因为这个事 没法嫁给你了 她也值 我认同她 你找谁啊 小门 我找大门的 她是不是租的蕾蕾 大大门啊 大门不在这儿 大门在外边呢 大门在外边呢 不是 我是找大门的 我的女人 您是认错门了吧 小门 我真的是找人的 找我女人 这是我家 没有您女儿 那个 您别在这儿转悠了 您要再转悠 我打电话给保安了啊 我买上的 莫达 莫达 我走 我走 爸 爸 你 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呢 快快快快 你怎么大老远过 还不给我打电话呢 大门啊 你嫌给我找点声音货吗 我口死了 咱回家回家 家里什么都有 来 走走走 来 爸 进去 东西就搁那边了啊 你怎么管了 怎么个大门不啊 我把孩子偷了 不用偷 穿着爸 自己家里得客气整 快快快 踩咱们了的嘛 穿上 你都累一天了 你赶紧在沙发上坐会儿 好好好 跟我还挺外 你坐会儿啊 给你拿点水喝 来 爸 喝点水嘛 好 你慢点喝 别噎着了 你不晓得 我走到人门口啊 懂得不敢动 就怕和你和爷子 这样错过了 我又怕和多了水要上厕所 可死我了 爸 不是我说你啊 这次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说你大老远的过来 怎么着也得事先 跟我们俩打个电话吧 我们好去接你 我打了你 你和爷子两个啊 都关机了 我只有给儿媳妇打 儿媳妇说 还爷子回给我 我等到半天都没有回 我想 你们两个可能都忙 干脆 我就过得早起来了 幸好啊 我把弟子吵下来了你 不然啊 我还真的不晓得能够办呢 爸 你说你这一次过来 要是总丢了怎么办 你老伙活了那么大水数了 我还能丢啊 这个房子 就是你和爷子两个住啊 谁 不来还有拉过吗 哪不对啊 今天我明明找对了的 但是有个小姑娘 她就不是说我找错了 还不准我在你们门口 攒到灯 兄弟很浓 小姑娘 你说的是姜天晴吧 天晴 爷子的媳妇 谁 原来我还有那么漂亮 的媳妇啊 爷子人是找了个好媳妇哦 好啥子嘛 都把你关门歪了还好 没得事 没得事 她也没有捡过我 这个呀 不怪她哈 天晴 过日木头的展刀干啥子 过来坐嘛 爸 我是说你过来坐 爸 爸 真对不起 我不知道是您 都怪正义 他从来都没给我看过您的照片 还有 我也不知道 姐姐还有个小名叫什么 打 打门 摸索了摸索了 这个啊 不怪你 都怪我没有说清楚 您不怪我就好 还是您大度 不像正义啊 从这边就没给我好脸色看 郎哥 她还敢欺负你啊 那没有 她不敢 我跟你说哈 你要敢欺负你这个媳妇 我这吹妞 我消贴 我消贴喽 来 这是你妈让我带给你的 你跟三爷子结婚啊 我们也没有送啥子东西 你妈就专门跑到城里头 买了这个 就算是 我们两个送给你的见面礼 来 你看看 真漂亮 喜欢吗 谢谢爸 回头您再帮我谢谢妈 要得 要得 妈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来 帮她吃水果 爸 这次来是不是有啥子事 其实也没得啥子事 就是村里头 来了个医疗堆 非要说 我这个胃有啥子问题 趟我到村里头的大医院去 剪裁了 其实 本来我也不想来 但是你妈呀 吹得不得了 我晓得 她其实就是想让我来看一会儿 你们几个 要不是 我头还有那几块底 把鸡头足丢不开 她肯定跟我一起来了 爸 你喂狼狗了 没得啥子 人嘛 上了点脸级 终于是小病小宅下 没得啥子 没得啥子 爸 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任何大病都是从小病发展来的 既然医生说让你去医院看 那你就得去看 就是爸 您人都来了 就得好好去检查检查 这样啊 我明天去打听打听 哪家医院治疗卫病治的最好 我跟姐待你一会儿去看看啊 不要那么麻烦 不要那么麻烦 那随便找我一家医院看一会儿 不就是做个放心嘛 爸 这事怎么能随便呢 你现在是身体有病了 这样 你这两天在家里面好好休息 设下的事你不用管了 交给我跟真夜去办 就就是吧 真的不要那么麻烦 我没得死 爸 你先吃块西瓜吧 好 谢谢啊 又怎么了 爸 又了 妈咯 没点下去 孔子今天高兴 晚上迟多了点 等眼儿就好了 爸 你看你 一天都不能等了 得马上去医院 真夜 你认不认识 有什么朋友是做医生的 我认识 这事就交给我吧 肯定给爸安排好 天琴 你看 我 我又给你填麻烦了 爸 你们别这么说 是我应该的 我老公的爸爸 想去你们医院检查一下胃病 你们医院的官教授 是这方面的权威 可是他的号太难挂了 都要排到下个月去了 所以我就想到了你 想请你帮个忙 你来你姐知道吗 我姐要是知道我来求你 不愿得跟我急 也得跟你急 好 这个忙我帮定了 但是我希望 你也帮我一个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下次你爸妈 再让你姐不理我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我随时就懂 但你姐的性格你也知道 她耳根子太软了 我怕被你爸妈 这么一折腾 真把我俩给搅和 你是韩晓东吗 怎么跟别人 形容得不太一样啊 你好像也没有那么的 嚣张罚呼对吗 对对对 我喜欢你姐 我愿意为她改变一切 甚至自己的性格 合作愉快 请教 咱们人 你不要忙了吗 饭也煮不到几天 那不行 就算只煮一天 该准备的还是得准备 爸 姐 中央小区办好了 办好了 对了 爸 那个我跟天青联系了关教授 他说过两天就安排你检查 过两天才检查 那我今天住进来干啥子 走走走 出远 我多住一天 就多花一天的钱嘛 这床位是我好不容易弄到的 您要是今天出去了 等过两天再想进来 那可就难了 对对对 爸 您就住着 就住着啊 对啊 爸 你就放心在这儿住着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有我跟真严呢 您就踏踏实实的啊 爸 那可真严气了 爸好高 刚刚还没回来呀 我估计啊 他是跟医生多聊了几句 爸 这事你就别操心了啊 爸 爸 你回来了 医生烂个手 医生说你是胃溃痒 没什么事 但是需要做个小手术 还有做手术啊 爸 您别担心 医生说了 这个手术要比吃药好得快 您别害怕啊 你把检验报告给我看一看来 有 检验报告在医生那儿呢 对了 姐 你跟我去给爸办一下那个 开刀的手续 哦 好 我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一定要把咱爸的病给治好了 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 越快越好 可是 怎么跟咱爸说呀 什么都不能说 爸要是知道了他得的是这个病 说不定就不治了 我这还有几万块钱 可是 收入费肯定不够 钱你就别管了 我来想办法 要不 我那个饭店就不开了 那可不行 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 投入这么多钱 现在房间损失太大了 我想好了 姐 我准备 你去找天津她爸妈 开口借点钱 不行 他们家本来就看不起你这个女婿 你还要往老丈人借钱 而且是给自己的清爹看病 怎样丢不起这个人 最近咱们部门的案子做得不错 最近咱们部门的案子做得不错 领导表扬咱们了 同时公司决定 把新世纪广场的开业庆典 和下半年三场重要品牌的公关活动 也交给咱们部门来做了 好 为了庆祝 中午我请客 海鲜自助 走起 走走走走 好好好 别动了 好好好 王总 我有点事就不去了 这有什么事也得吃饭呀 那是公事还是私事 私事私事 那就更不急了 吃好午饭再去办也一样 走吧 走吧 楼下等你 姐 张天晴什么时候过来 他开会呢 我得改在银行关门前 把钱取出来 对了 这个时候的银行卡 都取出来吧 密码是天晴的生日 看见点咱爸 别装弄了 赵大海 赵大海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 你说你也是 你这又店满是开业 你当老板那到处跑什么呀 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是营业执照啊 还是卫生许可证啊 没下来 没有 都下来了 就等开业 那你还瞅什么 你看给我下的 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如果说我现在要把店兑出去 能兑多少钱 兑电 为什么要兑电啊 不是 你说这时候你兑什么店 你 你这样 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你 你有什么话 你说说了咱俩一块商量 那总能解决吧 不是我不想干了 是我家里面有急事 需要用钱 什么事啊 我爸爸病了 胃癌 需要做手术 不是 这个啊 这个你 你 你 你你 先别 先别着急啊 我说现在这医学多发达啊 你这 这胃癌啊 你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也不 不致命的 不对了 那个那个 手术费要多少钱 除了手术费 还有住院费 医药费 包括后期康复的费用 加在一起至少需要二十万 所以 你帮我想想办法 看能不能把这个店兑出去 你说 你现在把这店兑出去 你 你花了多少心血 这行业才马上就要开业了 这对不起你 你舍得吗 舍不得 但是我更舍不得我爸 他辛苦了一辈子 把我们俩拉扯的 现在还没有想到我们的福 所以 我就算倾家荡产 也要把我爸爸的病治好 我这么多年来的积蓄 都投在了这个店上 我跟我弟弟 现在所有的钱加在一起 才六万块 我不大万不得已 是不会把这个店兑出去的 看到我是没有做老板的名 谁说没有啊 你这人怎么着木呢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要怎么说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呢 这我刚收完账回来 还没来几本钱 给我解存银行呢 这钱啊我先拿着 给你爸这件 一共是二十二万六千元 那怎么行啊 上次我签你的三十万 还没还你呢 那不急 回来慢慢再说 不行 上笔账还没清呢 这次又拿你的钱 我成什么了 不是你说你这人 怎么着木呢 你这做生意脑子那么灵活 你现在怎么那么傻呢 你就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就是我觉得啊 咱们这个穿菜馆生意肯定好 都往来就行 加一股 一直不好意思跟你说 你们正好有这么个油头 你就当我这二十二万六千块钱 算入股费 我从今以后又是股东了 这行不行 你怎么知道一定赚啊 万一赔了怎么办 做生意这赔了赚了都正常 还不跟他说好了啊 我们这个 万一咱们赚了钱 那得分文一分不如说 行了行了 什么都别说了 赶紧到医院看你爸去 走了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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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来 这儿 爸 我带一个朋友来看看您 叔叔您好 我叫周大海 听说您在这儿呢 我去去去去 来看看 信心 信心了 来 走吗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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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您 您坐您 好 好 好 大妹儿啊 你去给卡丹导致饮料了 爸 有话人在的时候 别老叫我小明行不行啊 小明挺好 好听 大妹儿 好听 你是真名的同事啊 朋友 这是朋友 啥是朋友 啥是朋友 爸 人家就是顺道过来看看您 待会儿就走 你别老温东温西的了 不是 这 这 这挺好 这 这医院一个人也挺没劲的 都聊聊天呗 是不是叔叔 一点都没有受挫 那就这样啊 以后啊 有 有空我天天陪您聊天 咱只要您不烦我就行 不然我会烦您 那咱们这一言为定了 好 好 好 爸 这叶呢 他大烦去了 那我过去看看 你先回家门聊个 好吗 你这么快回来了 姐 再去打两分吧 再打两分 干吗呀 周大海来了 七九老爷在里头呢 他来干吗 咱爸的住院费跟手术费 都是他交的 我们刚办完手续 你这怎么行啊 要不怎么办 我们两个能用的钱 架在一起才六万块 我跟他已经商量好了 他出的这份钱 就当是入股我的川菜馆 以后 他就是我饭店的大股东 嗯 我觉得当儿子都真没用 这有什么呀 你才工作几年啊 赚的钱已经不少了 咱家不是由你姐姐我的吗 以后你该干吗干吗 帮我太大的心理负担啊 辛苦你了 姐 我打饭去了 等一下 嘉年今天会开完了吗 他什么时候过来啊 哦 他 忙恐怕今天晚上过不来了 姐 其实咱过来挺好 天晴女工不知道 心智够快的 来了万一说漏点什么怎么办啊 你不是没跟他 说他爸咱的事为爱吗 你干什么 我 我是以防万一你说 行了行了行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自当咱爸住进医院以来 他一次都没搂过面 你回去跟他说 不管多忙 也得来一趟 走 你还没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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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陪客户开会就开到了八点多 那开了会他们又要去吃饭 一吃就吃到现在 累死我了 姐姐 这么累你得多注意身体啊 嗯 对了 天晴啊 你明天有事吗 明天 我何止有事啊我 太有事了 我就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主 天晴啊 我觉着 你是不是得抽空去看看我爸呀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是 这不是事吗 亲爱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看你 怎么说着说着又生气了呢 别生气了啊 咱们爸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怎么样啊 嗯 没什么事 就是 危可疑啊 需要及时做个手术 那就好 你看我这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这样吧 等我忙完这几天 我一定多去医院陪陪咱爸 行吗 这几天就多辛苦你跟咱姐了 嗯 哎呀 我都累了 我先洗澡去 嗯 哇 老爷子怎么样了 那 下个礼拜做手术啊 下个礼拜就做了 挺快 钱都抽齐了 抽齐了 全靠我姐 说起来这事啊 还得感谢天兰姐 要不是她朋友帮忙 估计这事还没这么顺利呢 她朋友 什么朋友 听天晴说 是她 什么朋友 谁 她 不是 你不知道吗 这还想弄呗 那个人吧 的确挺帮忙的 又是帮忙联系专家呀 帮忙联系床位呀 又是帮忙挂号 帮忙钱吗 那个给老爷子带个好 有什么需要请问打电话 都不是外人 肚子病 有事啊 想问一下您晚上有时间吗 今天晚上 对 看一下啊 今天晚上 这 这晚还真不行啊 我跟正夜出去有个饭局 推不掉 行 那就改天再说 好 改天 到底怎么跟天晴说呢 到现在还没见到人 刚才咱爸可是问了一嘴 我正好敷衍过去吧 不是 她最近比较忙 是不是要等到 咱爸出了院她才来啊 姐 你看 姐什么姐 有她这么做人家儿媳妇的吗 姐姐姐姐 你别生气了啊 刚好我今晚没事 谢老伴我就替你去好吧 你自己看着办吧 杜主编 对了 正夜 我听说你爸生病住院了是吧 我认识一些不错的医生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随时来找我 谢谢杜主编 都安排好了 谢谢您费心 没事 你看咱这工作吧 到这个时候了 还让你出去应酬 真是为难你了 还好 幸亏今天晚上的安排取消了 要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我们领导对我挺照顾的 能不让我去就不让我去了 那 那我先忙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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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算了 不能算啊 绝对不能算啊 我不是这意思 我是不该骗你 但我想这种事 我要一个人能扛 就扛过来了 你给我点时间 我总能想出办法 对付我妈 没必要让你跟我 一块儿为难 其实难也好 苦也好 我都不怕 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 能够坦诚相见 不要像今天这样 我明白 明白 你个人 敏秋 你说 这婚后咱们俩 真的就不要孩子了是吗 这个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是说好了 是为了莫莉跟小雨好 这 但你站在我妈的角度 去想一想 她也有她的道理 你看你能不能 适当地做一些让步 如果我的让步 是婚后生孩子的话 你妈的让步是什么 是同意小雨 和我们一起住吗 这不叫让步 这叫等价交换 叫威胁 我不喜欢这样 敏秋 这也是缓兵之计 咱就先答应她 至于今后咱俩生不生 那不是还得看咱俩吗 对不起 我撒不了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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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晴 江天晴 姐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睡着了我 你都贴着面膜睡着了 看来今天你回来挺早啊 你都不知道呀 我这一个星期都快累死了 我都好久没有这么早回家了 你既然今天这么早下班 怎么正为想过顺道去趟医院呢 是 我是要去看咱爸的 我这想的是先回来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再去医院看咱爸 今晚我休息休息就睡着了 姐 咱爸好点了吗 好 我就知道 那病房啊 可是我特意突然给换的 人又少又清静 韩晓东那边我都已经说好了 那关教授啊 一定会替咱爸仔细检查 认真治疗的 你跟正业啊根本就没有被要操心 怎么能不操心呢 再怎么说也是进了医院的人 更何况他又不是外人 他是咱爸 我没说咱爸是外人啊 那他要是外人 我也用不着这么费心费力的 替他张了吧是不是 跟你说不清楚 对不起 没关系 妈 如果 我今后 不再婚了 就咱两个人 一结婚 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傻呀 为什么不再结婚啊 凭什么呀 没有杜明秋还有姜天兰呢 你看你那样 像什么呢你 我给你保证 只要你跟姜天兰复婚 我绝不再给你捣乱 咱们一家人 美美地过日子 我知道你跟杜明秋 你们俩不想要孩子 就是为了茉莉和小雨 可是你想想 只要你跟姜天兰复了婚 你们俩原装的 别说生一个 就再生个十个八个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那倒是茉莉的亲弟弟 亲妹妹 茉莉也会高兴的 我都打听过了 姜天兰的病啊 可以治好 而且早就治好了 你说韩相东那小子 看着像个小流氓似的 没想到啊 她是个专制不孕不育的专家 看你还能扛多久 反正是先解决的这边 再解决那边 你还能扛多久啊 大家有什么意见 我一定是知道 它是人类的 有一点 有什么意见 对 你是